好了,就說回一些輕鬆一點 說電視劇,但這裡其實基本上 大部份我都在Netflix看的 先說一套超級熱的,就是怪奇物語 現在已經出到第三季,但我棄了劇,不好意思 頭兩季我都覺得是神作 頭兩季我都覺得很好看 即是有個故事緊構 但你每一集都會覺得有一個小題材 即是你不會覺得,有時你會覺得有些劇很拖 很無聊,就是走去A鎮走去B鎮 整集都沒什麼發生事 玩一兩集,有時會有這種感覺 但他不會的,他頭一兩季 真的每一集都在推劇 即是他的節奏捉得很好 故事做得很好 二來因為怪奇物語,其實都是說一些科幻 他的特技不算 因為我最近播到第三季終於頂不上戲劇 就是第三季我覺得就是沒有我剛才說的優點 他是有個故事大綱在 但每一集都不覺得他在推劇 他推得很慢 可能今集即是講完有些無謂的 當然你會有其他支線、副的劇情 但他主劇情是推得很慢 還有散了,整件事都沒那麼緊密 推劇情推得很慢 節奏開始有些感覺到拖劇集 我看到第六集終於頂不上 我現在暫時就棄了 我講權力遊戲,其實我沒有寫在這本項目的 因為權力是有棄,我棄了很久 新追每一季新的話 我都是由第一季開始煲回去之後 然後時間去煲 大約第八季差不多出完 我就剛剛報入第八季或者快看完第七季 每一次都要翻看,每一次都要翻看 頭四季基本上劇情是最熟 我到現在這麼久為止 我都未看第八季 因為我接受不到他爛到這個程度 因為我就算沒有偷看過任何第八季的畫面 其實他一直出,我也有在上網看 一些討論區說他的評價 大概內容 這部劇真的爛到暈 他這樣走勢 對,全球都落得很多劣評 我是接受不到 因為煲了這麼多年,我接受不到 因為是結局 前排第八季快要上 我一直都在煲1至7季 其實我就煲到第七季 第七季差幾集 我都沒有再煲下去了 其實我是從煲都煲到1至7季 第七季一次煲到中間 都沒有說到他龍死了還是死了 忘記了看到哪 自己的觀感就是 其實去第七季已經爛爛的 我覺得 1至6季的節奏很不同 跟網上的評價差不多 去頭幾季真的有很多很深度的金句 在咬紋著字幾次 煲到那季重煲幾次 每次看的感覺都不同 覺得去畫中有畫 其實第七季 我覺得已經風格跟頭六季很不同 亦都覺得 開始好像越來越跳通 不像在看一部神劇 第七季其實我都開始有些 不算是很接受 那時候都看完的 第八季我完全不接受 所以我第八季到現在都沒有好看 然後到第二套 這套就不是Netflix看的 這套就是看99台 因為最近才開始去長期看99台 我就煲回去以前的劇集 這套就是鬼探1和2 即是鬼探和鬼探前傳 但我試完煲這兩套期 就未正式開始長期看99台 我忘記了為什麼那時候會突然屁股 在上網找回這套劇 看這兩套 我不得不承認 鬼探第一個正傳是很難的 真是你結局那裡 簡直是形容是很難的 這兩套我是完全看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說拍攝手法 劇情的流暢度來計 鬼探前傳 即是鬼探2 是做得好很多 有些凸凸凸的感覺 也都... 也都... 我自己覺得不順 如果你說順暢度 的確是前傳 是做得好很多 我自己喜歡覺得比較有劇味的 就是第一集 不算第一集 後來那個故事 爛到出神入化那個 其實我覺得 頭那幾個故事 都很有劇味的 有點像是 香港的題材 香港很道地的 但是他的手法是有點像美劇 美劇就是一集一個獨立故事 一集一個獨立故事 但是在每集的獨立故事 都會關連到主線 再分叉一點支線 去到... 去到後來就會再鋪一些伏線 鋪向有下一季 但是多數的伏線都不會太影響 這一季的結果 多數美劇就會這樣 尤其是我最喜歡的F檔案 就是 他就是用這種節奏 喜歡看這些劇的節奏 因為我看慣美劇 也是喜歡這種節奏 但是他最後鬼探1 真的很難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看得我爛了頭 只要我去擺那條伏線 就完全是一個大敗筆 很久不達8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一看就知道他想排伏線 想再排一些比較高深一點 就是一個大陰謀 但是就完全錯了 總之尤其是最後那集 真的難得沒有人說 喪屍何魔伏繞 喪屍的故事真的很難 但是... 但頭幾個故事 我是很喜歡的 兩集都有一個共通點 一講西方的東西 就不好看 就拍得不好看 我自己覺得理解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 這麼多個道地的靈異故事 要塞少少驅魔 這些西方東西 因為正如很多人都會覺得 因為外國人拍我們 一些比較中國的東西 一些比較中式的東西 永遠都會覺得 他們拍得九不八八 好像變形金剛 為什麼香港後面有個深山 有間廟 香港都不是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 只是放一些我們自己 香港的靈異故事 其實因為香港有很多靈異故事 我都沒有拍 因為我上網之前看 又說有編子姑娘 其實也是沒有 其實這些都很靈異的故事 其實放進去 我只放在香港 甚至可以放一些中式的東西 就是放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會拍得好些 我最喜歡第一季的鋼頭師 鋼頭師那個 真的拍得好看 那個我是最喜歡 之後 然後呢 又是說回Netflix 因為其實除了這套港劇 我大部分都是追Netflix 我都是聽人介紹 和網絡介紹 看了這套劇集的其中一集 就是黑鏡 黑鏡是非常之出名的Netflix 但為什麼我只看到其中一集都可以 因為黑鏡其實 集集都沒有關係 這一集說A 第二集就說B 是完全在劇情上沒有關係 你可以當它根本是獨立 就是一季不知道有多少集 它是有獨立 當一季十集 它有獨立十個故事 所以第三季的第一集 急轉直下 香港現在這個 反送中運動早期的 網絡很多人說 因為都是比較貼 現在香港社會 一些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急轉直下 這套 很好看 都覺得 又是很感觸 可以想很多事情 還有 你是會有啟發的 一來 如果你現在比較focus 反送中運動 你可能就會覺得 香港將來可能都會發生這些事 又或者現在香港已經發生 所以你會覺得有點貼題 一來 二來 我自己反而是很多人介紹 就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就看了黑鏡這套 第三季的第一集 急轉直下 我都在網絡生存了好幾年 亦都一直有做網絡工作 即是拍Youtube 其實我拍Youtube幾年 在拍Youtube之前我都有做Blogger 所以 都在網絡生存了 其實我應該在網絡生存了七八年 還是六七年 那 這套急轉直下 反而令我不是想起現在香港 反送中運動 繁身的一些問題 反而這套劇 是讓我想到網絡的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它類似是網絡 其實這套劇最主要是諷刺網絡的社交媒體 尤其是Instagram 就是現在這幾年很多人探索的問題 當你經常看著Like做人 看著Follow 數字做人 其實是沒有意思 又或者 你等這些東西主宰了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是不是還有這麼有意思 你是真的活在現實世界 還是活在網絡世界 其實是 反而我看了這套 其實是有這個反思 如果你是工作上有些性質 你是需要這些網絡上的社交媒體 其實你又要是強行性捆綁式在上面 即是說 你不介意Like數 你不介意Followers數 但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涉及這些範圍 其實Followers的Like數對你來說 對你的工作 你工作的多少 你的叫價 或者你的工作範圍 其實都是密切有影響 因為你是一定會捆綁到它現實 即是譬如我會拍旅遊Vlog 那我自然去旅行 就一定不可以全心潛意去旅行 因為你去到任何一個景點 吃任何一件事 做一件特別的事 你都要喝 你都要先上機走 先打卡吃先 即是網絡吃先 什麼都做這件事 譬如你有時想拍一些特別的畫面 又或者想那條Vlog有什麼主意 有什麼連貫性 你一定要去某些地方 某些景點 拿一些景點 所以你說 是不是可以做到網絡 不影響現實 其實要視乎 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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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麼人 如果像我這樣 我是自己工作 如網絡工作 這樣就真的很難做到 但怎樣在兩者之間 拿一個平衡 令自己可以 可以不脫 跟現實生活脫節 也是一個反思的問題 之後來到兩套 都是卡通片 是我最近開始追的 但我不是集集追 因為我就是看VTV99台 因為我最近都是 開始以行動去實行 每天都是看VTV 因為我以前很少看電視 就算我播著TVB 也好 播著81也好 我都是聽聲 眼睛在那邊玩電話 看起來發覺VTV沒有 想像中以前那麼悶 有一些綜藝節目和劇集 我都真的有天天追 還有有一些最好的是 有一個APP可以讓你看看 但我有些想投訴 還是有些想反應 我追近這兩套 我接下來說 這兩套都是動畫 為什麼這兩套動畫 我在APP找不到 我來介紹就是一拳燒人和暗殺搞事 我追開日本動畫 其實很多人都看日本動畫 網上看原音 其實我一直看日本動畫 也有看原音 也有在Netflix看 在Netflix看最好 一定是正看字的字幕 還有字幕組有時候會認真 因為有時候在網絡看 有些字幕組很不認真 你會知道它是亂來的 其實我看卡通片比較喜歡看廣東話配音 如果我看了廣東話配音 我就不太想看日文原音 始終因為廣東話是沒有語 因為它配得貼地一點 配音是很過癮的 它會放一些很貼地很現實的廣東話 你會看得很有親切感 就像這套暗殺教室和一拳超人 它是配得很搞笑的 這兩套很好笑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越來越時勢緊張 可能大家的心情都會越來越沉重 尤其是來到這裡 來到今時今刻 可能大家的沉重心情會更加厲害 所以我最近都喜歡看一些好笑的笑片電影 例如有時凌晨播劇 有時都不想再播一些正經 好像前幾天我都在看表姐你好 這些以前的笑片 這兩套其實都是屬於比較輕鬆搞笑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配音做得很好 因為它的配音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這兩套配音都配得很好笑 所以就想追回這個穴兒版 如果你說好笑一點 我就覺得一拳超人是好笑的 一口氣說了這一排都是我追完煲完的劇 大家看過同樣的劇集 是不是大家都有一樣的感覺 或者你有不同的見解 大家都可以留言給我 大家互相討論一下 希望大家都可以借多一些方法去減壓 放鬆你的心情 也都希望這次大家這段影片可以幫到大家減壓 也都幫到大家找到多一個減壓的方法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這條影片 又或者大家可以分享這條影片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大家可以訂閱我的IG頻道 不知道在哪邊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